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金钱世界》 我是刘幸勇 我们先和大家看看港股上个星期的表现 优家持续下跌 加上俄罗斯劳布汇价波动 受到外围拖累之下 港股上个星期走势反复 曾经一度触及五月中的低位 联储局年内最后一次议息会议 表示加息步伐需要有耐性 市场憧憬有望延迟加息 港股在星期尾反弹 重上23,000点水平 上个星期五收报23,116点 总结整个星期跌132点 跌超过0.5% 恒生指数 如果计算技术层面上来说 我会觉得是走一个大型上落市 现阶段来说 向上网我会看回 大概在25,000点封顶 向下网我会看 大概20,500点作为底部 匯控来说 未来这一年 其实面对外围的不明朗因素 会越来越多 对于中移动来说 开始进入一个收成期 所以两大重榜股 我会比较看好941的发展 而匯控只是一个整体平稳向上的格局 市场上的某些传言 例如一些股神巴菲特沽货 这些传言出了来 所以可能是部分斩仓的动作 令到股价大幅波动 所以股价而言来说 我相信都会有股值 即向上的格局上回来 始终今次跌幅深度上来说 都相当之夸张 如果以赌业股来说 我对于明年的看法 其实是比较审慎 尤其是年初阶段 始终未见到 例如新赌场的投入 又或者是内地政策的 一个很大的改变 在上星期 美国联储局举行了年内 最后一次的议息会议 并重申何时加息 取决于经济前景 美国的经济数据持续改善 经济复苏势头稳定 买债计划也在10月已结束 到底明年 是否美国加息的最好时机 面对低通胀的风险 联储局又如何应对呢 美国联储局今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 在上星期举行 并一如市场预期 删除低息承诺的措辞 改为对加息保持耐性 这新 language does not represent a change in our policy intentions and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previous guidance but based on its current outlook the committee judges that it can be patient in doing so in particular the committee considers it unlikely to begin the normalization process for at least the next couple of meetings 联储局主席耶伦说 授订措施的主要原因 是经济继续改善 但最少未来两次的储局会议 都不会决定加息 换言之 最快要等到明年的第三次会议 即是下半年才会加息 他很清楚有个说法 就是2015年底的基金利率 就是中位就看一至一有四分的利 那个平均中数 中数的最多人看的是 就是四分三至一厘 換言之 就是比起现在的零至四分一厘 就起碼加三次 甚至四次 普遍看它可能都是加四次 即是六月一次 開始的 七月休息一休 接着九月 有几早的 接着十月 十二月 美國經濟復甦進程 是众多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经济环境持续改善 所以联储局已在去年年尾 決定减慢量化寬鬆的步伐 至今年一月起 量宽規模由每月850亿美元 减少100亿美元 至到750亿美元 數據上是騙不到人 PMI、銷售、樓價 其實做得挺好的 如果領先指標 譬如說 生育動工 學術界 公認是一個最好的領先指標 保持著一個很美的增長 另外一個 被譽為相當有效的領先指標 就是那個知識曲線的邪度 很邪 根本不像有衰退 沒有衰退 股市也相信樓市不斷升 還不加息 往後的議式會議 聯儲局也循序佔進地 每月減少買債100億美元 直至今年的10月 正式結束買債行動 結束為期大約兩年的第三輪 量化寬鬆計劃 在聯儲局的歷史中 也從來沒有用過這些 大量買債這個政策 所以才叫做一個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 即是一個非常規的手段 似乎頗得專業經濟學家的好評 所以我想都是基於勞動市場持續的改善 所以聯儲局才會決定 覺得可以停止這個買債 耶倫在今年2月正式接替前主席白南克 掌管美國聯儲局 成為市場首位女性儲局主席 夾派的耶倫 外界揣測未來的政策取態 都會以寬鬆為主 為市場打下強心針 從經濟的角度判斷一定是偏鬆 即是現在的經濟已經是去到正常 甚至過熱稍稍過熱的程度 即是怎樣說呢 失業率已經是 我都說了 4至10%它已經跌到近4那邊 是吧 雖然通脹是相對偏低 但是現在股市上升這麼多 上升這麼急 市盈率已經高過近很多年的平均值 即是說16倍 失業率、通脹水平 一項都是耶倫關注的經濟數據 The new guidance also reaffirms the FOMC's view that decisions about lift-off should not be based on any one indicator but that it will take into account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infl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s 原儲局曾經將失業率定為6.5% 作為加息的門檻 但美國的就業情況持續改善 自年初以來 失業率已經非常貼近儲局所定的目標 促使耶倫在3月份的議息會議 放棄失業率降至6.5%的前瞻性指引 結果在4月時 失業率降至6.3% 直至最近更跌至6%以下水平 你現在跌至5點多已經是很近一個低位 可以說是再過一年半載就差不多全民就業 全民就業其實就是經濟最繁盛的日子 最繁盛的日子來的利率就應該偏緊 就不應該用零息 就業情況轉好 但通脹情況仍然未如理想 根據美國今年的通脹數據 通脹率雖然在4月份開始 連續4個月達到2%的聯儲局目標 但在最近幾個月又再次回落 11月更獲得近6年以來最大的跌幅 通脹率現在超低 比聯儲局的目標通脹率還低 目標通脹率是2% 但現在是1.5% 如果通脹率偏低的話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要通縮 就像日本過去十幾年 美國11月通脹跌至9個月新低 市場認為油價回落是主要原因 油價持續急跌 美國的油價價亦會同步下跌 美國的油價價亦會同步下跌 降低了市場跌至9個月新低 消費者在汽油方面的消費 從而壓低了整體的通脹水平 油價跌 他說這是短期性 當然是短期性 油價完全是美國可以控制到的 你放到50幾、40幾都可以 但這個是不能夠持續的水平 可持續的水平應該說起碼6、70 即是說你放下去 其實可能很快上來 當油價很快上來的時候 你看回以前的情況 通脹其實很快會見底 跟著又上來 所以現在短期來說 通脹下跌至少跌下去 可能跌至1都不定 但它很快可能會上來 原住局最新的經濟預測報告 預計明年經濟增長介乎2.6%至3% 而美國今年經濟增長數據 亦都持續改善 只是在年初的時候 受到寒冷天氣影響 期後第二和第三季的數據 持續好轉 亦都令市場起出望外 股市它是反映了 其實可以這樣說 反映了未來經濟的狀況 即是說未來的經濟其實是好的 如果你相信股市的前瞻性 即是前瞻性很準確 其實應該是好的 有多好就不知道 但應該不會差 其實香港的股票都是 即是全球的股市反映出來 美國經濟勢頭向好 買債措施已經在今年完成 加息的舉動 最快將於明年進行 意味以往寬鬆的貨幣政策 將會一一結束 要看回通脹率 所以最重要的是 如果通脹率仍然是這麼低的話 它一定不會加息 它一定不會收緊 美國過去幾年實行的量寬措施 為市場和經濟注入動力 過去幾年股市表現向好 經濟數據不斷改善 展望來年 相信聯儲局的加息議題 將會持續牽動市場情緒 臨近聖誕節 大家是否忙著 搜羅各式各樣的聖誕禮物 送給親朋好友呢 選禮物的時候 產品的外形 以至功能 都會是考慮的要素 如果一件產品可以吸引你買 不多不少 產品設計已經發揮了功用 現在本港的企業 越來越著重產品設計 不單可提高銷量 更可突出品牌形象 到底現在的發展情況如何呢 一部家用電話 一個器皿 一枝筆 各種類似的貨品 都有產品設計的元素 產品設計 以往來說 比較簡單 只要你做一個很吸引的外形 基本上 產品已經成功了一大部份 但現在 競爭越來越大 一件產品 同一時間 有很多不同的生產商 一起開發 變成我們做產品設計師 便除了一個外形要漂亮之外 便要想得更全面化 Albert是產品設計師 從事了這個行業25年 曾經設計過不同類型的產品 她說到 產品設計 不是純粹美化外形 一些以功能性為主的產品 亦都需要設計的輔助 才能夠突出產品的效用 除了幫助產品的銷量之外 絕對可以大大提升這間公司的品牌形象 產品設計 不但可以提升產品的形象 令產品變得更加鮮明和立體 而且亦都可以優化生活 好像Albert最近專為戶外活動 而設計的移動電源 方便了一眾喜歡戶外活動的人士 亦在今年奪得國際的樹榮 在我做私底搜集的時候 我給一些野外定向 一些爬山單車和戶外活動的照片 吸引著 由那裏衍生令我啟發了 我就想想 不如我們今次想這件產品 專為戶外活動用的移動電源 由這個概念開始 我就開始做我們三房移動電源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創意在裏面 一些應用上的創意 令到這件產品有一個很獨特性的感覺 以及很users friendly 隨著智能電話的盛行 亦都帶動了市場對手機配件的需求 好像耳機、移動電源、電話套等等 這些產品在市場上越出越多 對產品設計的需求亦都越來越高 一些智能的產品 這個我相信會是現在潮流的大方向 以及這類產品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們的product life cycle 周期會比較短 當一些新手機一更新型號的時候 它們就要相應去改變它們的款式 去營合那個產品 所以在近期來說 這類的產品都會比較 產品的需求會比較大 市場的需求越大 將會吸引更加多的參與者加入市場 形成競爭的局面 要在市場中特爲一些獨特的設計 更加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垂青 例如說外資電 始終都是因為戶外去旅行做事有關係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旅行行李箱造型的系列 而這個產品亦都很受到無論香港 國內甚至不同的海外市場的歡迎 這個產品的設計 或者我們不同類型的系列的產品風格 都會大大整體增加了我們品牌的吸引力 和我們的產品市場的競爭力 自民的公司主要生產和銷售手機配件 為了要在行業中突出品牌形象 公司設立了專屬的產品設計團隊 在管理上更加有效率 在這個市場裡競爭力是非常激烈的 所以要增加我們的品牌 或者我們產品市場裡競爭力 我們會在產品設計方面做很多功夫 而令到我們的產品在市場裡 可以滿足到不同客人的要求 以及使用我們的產品時更加有趣味 令到我們的產品市場裡的吸引度 和銷售的情況和競爭力 都是大大增加的 所以產品設計是非常重要 編文公司的設計團隊 都是以本港的設計師為主 編文講到本港的設計師在設計風格上 既有香港的特色 亦有國際的視野 是公司將產品打入其他市場的重要優勢之一 在設計的作品裡 會不經不義間留下香港的風格 香港的味道 和國際的風味 這個對於我們開拓不同的市場 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想這個可以增加品牌的魅力 和令到將我們的產品更加有求人力 而亦達到我們推動香港設計的功用 除了有專屬的設計團隊 編文公司亦有自己的工廠 生產所設計的產品 即是OBM 原始品牌生產商 這個營運模式在市場上愈來愈流行 因為可以直接行銷消費市場 較容易掌握市場動態 但同樣要面對原材料價格上升的壓力 原始品牌生產商OBM的公司 在本港屬於少數 本港主要的企業 都是以代工生產 即是ODM為主 產品設計在本港仍屬於起步階段 企業與企業的競爭 OEM的profit margin是越來越低 很多企業都看到 最賺得多錢的就是OBM 如果香港的經濟要再提升 和向前賣進 很多OEM要經過這個過程 由OEM變成ODM跟OBM 我自己會看 設計和Marketing 在未來來說 是兩個很重要的背後動力 去推動他們朝著這個方向走 產品設計是市場學的一種 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提升產品的潛在價值 好像消費價值和功能價值等等 展入明說到現在的產品設計 更加著重提升情感價值 這是超越了功能價值 有很多產品 可能大家的功能差不多 但因為通過一個設計 可以增加它的情感價值 情感價值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 通過用這個產品 很可能令消費者 有一個自我形象的建立或投射 前一陣子有一個手機 它用了金色 帶出了一個很高貴的 有黃者的味道 很多時因應消費的對象 一件產品的定價 需要考慮多項的因素 由原料、運輸 以至銷售成本等 都要計算在內 產品設計 不但可以提升產品的價值 亦可以幫助減省成本 很多時設計 有時可以令到生產成本降低 因為某些設計 可能對生產製造了很多 不同的階段才能做到 但如果好的設計 可能簡化生產 令到生產成本降低 除此之外 在運輸的過程中 包裝很重要 如果包裝設計得好 運輸成本都可以降低 市場對產品設計的人才 需求越來越大 要加入行業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報讀相關的設計課程 近年報讀相關課程的人士 有上升的趨勢 產品設計大約一千宗 當然那個是報 首選的應該是大約三百多個 即我們要選擇 其實真正正入得到學 應該我們現在每年 收第一年是二十四個學生 你可以看到那個數量 都相差很重要 由千多到二十幾 差不多你的成功率 只有百分之二到三 收讀為期四年的 產品設計學 榮譽文學士課程 畢業後的學生 主要回到生產商的工廠 或者貿易公司擔任設計顧問 因而說到現在僱主 對設計師的要求越來越高 所以課程都要有所配合 以前的設計師或產品設計師 可能最主要是做一些 產品硬件上面的設計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老闆都會說 你都要搞一下包裝 又要搞一下在那個 在線平台上 應該怎樣去製造到一個可能性 給那些所謂潛在的消費者 去知道認知你的產品 所以他們可能要做一些網頁 網頁 不只是做硬的事 變成他要多方面的能力 都要具備 好的設計不單單是外形討好 亦都要著重產品的實用性 以及是不是迎合消費者的口味 為了給學生 可以了解市場 對產品設計的要求 學校在校舍設立了一間實體商店 會在我們學生做的項目中 選擇一些最高興的項目 可以幫你把想法投入到生產 然後放在下面 讓公眾人士參觀 你會看到 我覺得這個產品可以 就會買 我覺得這方面 學校做得不錯 因為始終你在學校 才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幫你把你所想的想法 真的投入到生產 隨著市場對產品設計 越來越重視 加上內地的廠商 以至海外的入口商和零售商 都比較欣賞 融合中西文化的本港設計師 毋庸之異地 產品設計這個行業 在香港的發展潛力 絕對不容忽視 我們一起留意一下 今個星期有甚麼重要的財金消息 星期一 希臘政府未能夠 在總統選舉的首輪投票中 獲得多數支持 市場關注第二輪投票 星期二 有望成為今年新股集資王的 內地救密商場開發商 萬搭商業首日掛牌 星期三 本港、美國和英國等金融市場 只有半日市 星期四 聖誕節假期 主要金融市場優市 星期五 本港金融市場繼續優市 美國便在今日服市 由於節目調動關係 下個星期的金錢世界 將會暫停一次 祝大家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新一年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erman賦 福建策 一念 約 美